俗话说,像有心生 一个人的内心会反映在外表上 脑袋里装好的东西人就会好看 反思亦然 40岁以前长得好不好看是由父母决定的 40岁以后历练多了 外表就是由自己决定了 有没有钱也是一样 35岁以前,你的生活水平多半是由家庭决定 如果没钱还可以看脱 35岁以后工作经验多了 成功与否也会反映在钱包上 过了35岁如果还在喊穷 那多半是自己的问题 而且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明 35岁这个年龄只会越来越低 社会也会越来越难接受 一个成年人把自己的穷怪罪到家庭上 中国企业公开拒绝雇佣35岁以上的员工 拥有好的消费和理财习惯 20出头就成为富翁已经不是稀奇的事 反之你要小心哦 以后可能变成30岁以上喊穷要怪自己 再来就变成25岁以上喊穷要怪自己 穷者欲穷 穷人很难通过白手起家跨越阶层 很多人日忙夜忙 账面收入变多 但是还是不能轻松应对生活中的消费 钱总是不够用 很有可能就是没有改变消费的坏习惯 除了难以改变的家庭背景优势外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 也会让人在无意间变得越来越穷 消费习惯差的人 即便有一份高薪的工作 也难以摆脱穷人的命运 以下几个消费习惯 还会背上债务 我认识一个中年人 每月薪水大约三万 他是个踏实的人 不爱慕虚荣 不追求名牌 没有太多朋友 也没有其他花费 薪水全都花在家里 但是就是因为 没有规划预算的习惯 让他不止无法脱贫 甚至还背上严重债务 某一次他朋友问他 你的生活这么朴素 都没花什么钱 应该也有一笔存款了吧 结果把他的信用卡账单 和发票拿来看 他每月支出大概在9万元 而当事人本人甚至到那天才知道 原来他一个月有9万的支出 对于一个月薪3万的人 怎么会搞到每月要付9万元呢 因为他长期没有规划 每天在家庭用品上花费太多 一开始只是稍微超过他的薪水 不够就去银行现金卡借 一直以来他都对自己的购物习惯 毫无概念 对于自己到底用现金卡 借了多少钱也不知道 在15%循环利息下 最终从每月透支一点点钱 也变成每月要付出月薪3倍的卡费 并且还有高达80万的债务 最后是听朋友的建议 把退休金一次领 把卡债一次还清才解决危机 朋友还调侃他 年轻人背上卡债 至少还是吃好的穿好的戴名牌 你背那么多卡债 也没看你过得比较好 全部的卡债都是从 没有规划的家庭消费 以及循环利息产生的 由此可知 没有规划预算 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 年轻人挥霍 起码还曾经有爽过 那位当事人却从来没有爽过 真的不值啊 你们家人从外面把东西买回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曾经问过 哎 这个多少钱啊 结果对方回答 100多 200多 我们已经知道规划预算的重要 知道自己每个月有多少钱进账 需要支出多少基本费用 需要预料多少钱 以备不时之需 才能好好规划财物 如果买了一个100多的东西 你要如何规划财物呢 101块的东西也是100多 199块的东西也是100多 这两者差别可是很大啊 很多商家的定价伎量 就是把200块的东西标成199 因为这样就会让消费者认为 那件商品不是200多 而是100多 虽然199、299这种定价套路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但是买个东西总喜欢说100多、200多 还有可能长期下来 不只无法脱离贫穷 还有可能背上巨额债务 詹姆斯·克利尔在原子习惯中提到 每天进步1% 一年后你会进步37倍 巴菲德的滚雪球理论也告诉我们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微小的差距长时间累积后 最终会造成巨大的变化 想想 富人他们在赚钱是靠什么 靠富利 穷人是因为什么变穷 还是富利 就算不靠富利 只是单纯的低买高卖 买进100元的东西 转手用105元卖掉 赚了5块的差价 有些人甚至问他 买这个东西花了多少 他连100多 200多都不说了 直接回答 不贵 每个人的贵不贵都不一样啊 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商人买100多的东西 卖100多 越做越有钱 一般人买100多的东西 卖100多 越过越穷了吧 我想大家都听过 越是贫穷的人 就越想象别人证明自己有多有钱 就像英文越烂的人 越喜欢在讲话夹杂英文 烙英文 通过购买奢侈品包包 衣服 鞋子 来证明自己过得很好 在自己还没有与之匹配的消费能力时 就超出消费 变成卡奴 可是现在要讲的是更严重的 原本是只有年轻人买奢侈品 现在是你身边的人 不分年龄 长辈晚辈都有可能 甚至是你自己都有可能有这些坏习惯 就是啊 你可以注意一下 或是回想一下 跟朋友或家人出去用餐的时候 你通常都是怎么点菜 当然是自己不敢吃的一定不会点 再来就是看网路评价 或按照自己的口味来点 不过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些人 他总是挑菜单上最贵的来点 完全不管菜色的内容 自己喜不喜欢 每当跟这些人走进一家没去过的店的时候 我瞄一下菜单就知道他会点什么了 一定是点最贵的那道 之所以要拿出来谈 是因为那些人往往外表看起来非常朴素 一点都不爱慕虚荣 那些人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 只是单纯觉得贵的东西就是好 点菜的时候 贵的料理 用料才好 分量才够 吃得饱 而他们往往成就和收入都很频繁 似乎是想用消费来补偿 所以报复性消费 觉得最贵的东西才配得上自己 但是这样的消费习惯会无形中一点一滴的浪费钱 也因为这些钱都是花在看不到的地方 家人旁人都察觉不到 如果你们家人有这样的习惯 要注意一下 说到过度购买 比较常被提到的就是 婆婆妈妈看到买一送一 或者是周年庆下沙 商家们为了刺激消费 通常会推出诱人的优惠 很多人就会忍不住购买 还会以为自己省下一大笔钱 结果发现 为了达到这些优惠的门槛 过度购买 有很多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甚至送人都没有人要 通常会以为过度购买只会发生在婆婆妈妈身上 而且只有在周年庆特价的时候才会有 实际上 任何人都有可能买进不需要的东西 也不是只有在百货特价的时候 任何路边的店家 任何时候都有可能 你们可以注意一下 跟朋友或家人出去吃饭的时候 有些店家像是牛肉面店那种 除了煮菜的一碗面之外 通常还会有小菜 一盘40元的那种 如果只是为了解决一餐 通常点一碗面就差不多了 现在人都会精打细算 像是一餐不超过一百元等等的 点一碗面差不多就要快一百元了 又是甚至会超过 你可以发现有些人啊 每次进这种牛肉面店都会点几盘小菜 三盘40元的小菜加起来就120元了 都比面本身还贵了 都可以当一餐了 可是他也不是真的爱吃小菜 通常只是各加一口甚至没碰 问他为什么不吃 他会说小菜大家一起吃 可是大家都只吃自己的面 根本没有要吃小菜 他之所以要点三盘小菜 并不是真的爱吃 只是觉得桌上只有自己面前的一碗面 感觉有些寒酸 就是要有面又有小菜才够澎湃 这就是一种买了自己不需要的消费习惯 如果你们的家人中有人有这种习惯 即使不是周年庆特价 他也常常会买件不需要的东西 东西只吃一口就冰进冰箱 然后放到过期 这些都是无形中造成大量浪费的习惯 累积起来甚至比百货周年庆过度购买还要严重 小确幸出现于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作品 是一种微小而确实的幸福与满足 电视广告上也曾经把便利商店的咖啡和小确幸联想在一起 上班族压力大 只要能喝上一杯咖啡就是小确幸了 这些被冠以小确幸的东西偶尔尝一尝还好 如果把它变成习惯无法自拔 却可能是大不幸的开始 日积月累下来 不论是财物 对健康 对思维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曾经有一个说法 原本的世界有各种人 有直立人 尼安德塔人 哈比人 还有我们智人 可是今天世界上只剩下我们智人 人类有冒险进步的精神 走出非洲扩散到世界各地 尼安德塔人只在欧洲 没有像智人一样 因为生活压力从欧洲走出去到世界各地 尼安德塔人在欧洲享受小确幸 小确幸很爽 爽到最后就不见了 小确幸除了每天浪费我们的钱 在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上面 长久下来也会让我们胸无大志 有人曾说 那些基层劳工 每天工作完或聚在一起 大声谈天 大口喝米酒 很快乐耶 我们都知道 今天的社会是按照资本家的计划运行的 大多数人没日没夜的工作也无法改变命运 为了让压力和心中的不满不要越积越多 市面上开始出现小确幸 如果每天都能有小确幸 每天都能有及时的满足和快乐 你就会忘记痛苦 你曾经思考过 这样过一辈子真的好吗 这就是自己渴望的人生吗 可是小确幸长期下来 你会无视每天的压力 不去面对自身的现状 你不再思考规划 如果想要摆脱这种生活 是不是该做点什么 因为你已经习惯于 用每天的小确幸来麻痹自己 是时候该小确幸断舍离了